搭郵輪出遊、飽覽、無碟海景 更有道地異國美食和新穎遊樂設施 24小時不間斷享受 義大利郵輪公司 富科威尼斯水鄉風景 把大運河、社馬可廣場搬上船 作為賣點 像這樣一艘可以容納5000名遊客的郵輪 它每停開一個城市 就會為當地的觀光帶來巨大收益 過去八成多的國際郵輪 以基隆港為母港 現在郵輪公司更看好高雄港發展 而郵輪一停靠人走進來 高雄就有機會發大財 業者看好韓國瑜當選市長後 喊出的郵輪經濟 紛紛計劃開拓新航線 加上高雄市天然兩港 又是國際碼頭設備新穎 而國際郵輪停靠高雄港 遊客更能省去廣返主要景點的交通轉身時間 輕鬆玩高雄市區 遊客一上岸 一小時直搭其今愛河 吃海鮮吃冰搭乘愛之船 好吃好玩通通有 而高雄港作為亞洲航運枢紐 佔地力之變 一旦成為郵輪母港 更能往南發展 吸引東南亞觀光客 南區的部分 現在的硬體設備已經完工了 所以未來對郵輪這一塊的話 我個人覺得 是會越來越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包含從高雄母港出發 可以衍生到東南亞 到這些地方去 這也是國人非常的喜好 熱門的一些點 更有學者提出 廈門高雄雙港合作 兩個城市僅距離305公里 可以同時推動郵輪經濟產業 共同向國際招商 打造新一代高雄港的 郵輪觀光經濟艇 這有空一德斯中意大利 台港報導